好 我們今天呢 要跟著香老闆來吃菜市場美食 那我們今天呢 到了這個台北的東門市場 聽聞過很久 有很多好吃的美食 但我從來沒有來過 重點是呢 我是這附近出身長大的人 我從來都沒有來過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來吃吃看東門市場 到底早餐可以吃什麼 有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讓你可以吃得飽飽的 那重點是東門市場離永康街非常的近 吃完東門市場還可以去永康街 現在就跟著我去看東門市場有什麼好吃的 Let's go 台北市的東門市場呢 可是台北呢 最老的幾個市場之一 成立到今天呢 已經有92年的歷史 它曾經是日據時代讓貴族們來買菜的菜市場 大部分的商家都已經有數十年的歷史 你甚至呢 可以買到你客製化的蔬菜 那今天呢 就跟我一起來看一下 東門市場裡面到底有什麼好吃好玩的囉 東西呢 看起來真的很好吃 它這個烏黑油亮的這個滷肉飯感覺呢 就是用老滷汁滷的 我覺得味道應該是非常非常好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它這個滷蛋呢 是比較熟的 代表它滷的時間很久 而且它這個滷的這個金黃色 我現在忍不住 我要趕快來吃一口 它的滷肉膠質很夠 然後 它的滷汁呢 滷肉不是太鹹 它的肥肉的這個數量其實夠多 非常的濕軟滑嫩的感覺 但我覺得它味道不是說非常的鹹 它甚至有一點點那個焦香味 它的味道滷得非常的進去 而且在你咬下那個蛋的瞬間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 滷肉飯的那個膠質 黏在蛋上面 整碗呢 是非常juicy 稍微有點黏嘴 你知道那個膠原蛋白多會黏嘴 很滑嫩的一碗滷肉飯 非常值得來吃一下 而且它味道呢 跟我吃過其他大部分的滷肉飯呢 都不太一樣 焦糖味比較多一些 跟我吃過其他的完全不同 再來 它的特色青菜 它滷這個筍絲的酸度很夠 但我覺得一樣 就是說它這些味道呢 都是比較偏淡一點點 所以吃這個菜呢 配滷肉飯 我覺得剛剛好 比較沒有壓力的滷肉飯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黃媽媽的米粉湯呢 它有這麼多這個醬料 我覺得這些醬料呢 看起來已經蠻厲害了 因為它這個是細米粉 細米粉我覺得比較偏 那種客家風味的米粉 因為如果台式風味的話 它會用那個粗米粉 用那個豬骨頭燙去熬 但客家風味的米粉湯呢 是細米粉 然後比較清淡一些 然後它會撒很多的這個 芹菜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 它味道好不好吃 先吃一口原味 然後因為它的這個米粉 非常的多 它米粉已經一出完了 那代表它湯很少 所以你可以吃到一半的時候呢 再去跟它講一下家庭 喔 好吃 真的是很清爽 客家菜不用擔心它味道不夠 它味道夠 但是非常的清爽 然後再來它那個米粉 有一個甜的香味就跑出來 接下來呢 我要試喝它的湯頭 這種乳白色豬骨頭燙的湯 但是相對比較清淡 喝一口它的湯 欸 它的湯有一個很神奇的一個 清香味 有一點酸酸的 我覺得可能是芹菜的關係 然後那個香味很香 那吃米粉啊 一定要這個加點胡椒粉 嗯 非常古早味那種米粉胡椒香味 我覺得要在台北吃到 這麼古早味的 這種清淡米粉湯不容易 好吃 但是這個要加點白胡椒粉 那個香味衝出來感覺非常好 然後再來我們試吃它的黑白切 吃黑白切之前 當然我們要先準備一些醬料 它這個辣椒醬也太紅了吧 然後再來呢 牛肉腹要加這種甜辣醬 好 我現在來試吃它的黑白切 是中和黑白切 然後大概有四種 好 我們來吃吃看 先從乾冷肉開始 好吃耶 我覺得剛剛好很滑嫩 好吃 豬心 外皮脆 然後裡面豬心的肉 非常的軟嫩 再來吃個白管 豬心的大豆腐 好吃 最後大家要吃一塊大腸 不要看它白白的好像沒什麼味道 它超級有味道的很香 然後鹹味夠 超推 這把一定要點 那再來我們吃吃看它的油豆腐 因為它都會跟那個米粉湯 裹在一起煮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來吃吃看 它油豆腐好吃 合格 因為它把那個湯汁的鹹味給煮進去 它再配上它這個 鹹香鹹香甜辣醬 我只會說會不會 好不好可以享受我的大腸 各位 吃好媽媽米粉 他說一定要加蒜 但我的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請那個 我們的這個大助手 我們的肥郭先生 加了蒜 我先吃冰的 那我豆花我喜歡吃熱的 古早味的那種紅糖豆花 我們來吃吃看 好吃 它的花生呢 已經煮軟了 但它沒有煮爛掉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還是保有一點花生的口感 那再來因為它沒有煮得很爛 所以它那花生的香氣是比較重的 煮得很爛那種 你吃下去的時候 其實它沒有香氣 它就是軟爛掉了 但它這個花生的香氣還在 所以當你咀嚼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一個花生的香氣衝出來 那它的糖水非常的濃 如果吃下去之後 你知道有時候那種糖水不太好 它嘴巴會有一個酸酸的味道 這個完全沒有 冰豆花好吃 你知道好不好吃熱豆花 這個糖水的顏色看起來比較淡一些 熱豆花好吃 個人比較喜歡吃熱豆花 就有一個很濃的那個豆漿的味道 好像固態一樣 就是黏在我嘴巴裡面那種感覺 非常的好 推薦大家來吃吃看這個東門橙豆花 那我個人推薦熱的 冰的呢 那個豆子的味道比較出不來 但是這個熱的呢 豆漿的香味立刻就竄出來了 好吃 這邊點餐呢 滿有趣的 如果你是點次生牛肉麵的話 是你要選紅燒湯或是清燉湯 再選你要哪一種生牛肉 還有五種生牛肉 那價格就不一樣 那我已經決定好了 我要吃這個 牛五花肉 然後選清燉湯 因為我們覺得 吃這種生牛肉 應該就要這個清燉湯比較好 可以吃到牛肉的原味 我們現在試試看它湯頭的味道 我覺得味道很好的那個牛骨湯 它喝完之後嘴巴還會有一個那個 就是到牛肉的那個回甘的味道跑出來 我覺得不錯 那再來吃吃看這個肉 這肉呢不能在裡面泡太久 它泡到這樣大概七分熟了 感覺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狀態 牛肉的鮮味就立刻跑出來 因為它不是煮得很熟 所以還保持那個牛肉咀嚼的感覺 但是它非常軟嫩 牛的味道很夠 我喜歡這一種 再我們看它麵好不好吃 配一點湯 它麵是有那種比較有咬勁的生麵 所以它麵雖然看起來不是很粗一條 但是口感非常好 它那種生麵 一點點玫瑰鹽 一點點這個醬 我這邊沾了鹽 這邊沾了醬 味道有提升起來 因為它是那個玫瑰鹽 有那個礦物的一個味道 讓整個牛肉的感覺變很好 我們試試看沾這個醬 豆瓣醬 也有一番風味 好吃 推薦大家可以來試試看這個 它比較接近那種活體牛肉麵 通常在台南才能吃得到 但你今天在台北呢 你能吃到非常高檔次的這個活體牛肉 而且味道真的很香 這個是東門肉羹 那東門肉羹呢 它同時還有賣甜不辣 我們沒有在現場吃 為什麼 因為現場呢 人太多了 我們怕邊吃邊講話 會有公共衛生的問題 這個沒辦法 我們知道外帶 我先從它的這個 羹湯開始 它的肉羹呢 是赤肉羹 大家有沒有看到 赤肉羹 然後裹粉裹得很少 肉的紋理都清晰可見 我先吃吃看它的肉羹味道如何 它粉非常的薄 醃得非常夠味 不要看它白白的 就是它的醃料裡面 有那個魚香味 所以這肉羹吃起來 非常的有咬勁 而且重點是味道很好 我們喝一口它的湯 肉羹湯的味道呢 是那個 好喝的 好喝的肉羹湯的味道 然後它裡面有香菜 跟這個柴魚片 就是味道很好喝的肉羹湯 我很推薦大家來試試看 再來我們試試看它的甜不辣 這一份是45塊 在台北45塊的甜不辣 要買到這麼大一份 真的很難沉澱店的好嗎 甜不辣大概是從 豬血糕開始吃起了 我覺得它豬血糕可以再煮久一點 裡面還稍微硬一點點 然後有一個那種 淡淡那種豬血那種鐵的味道 甜不辣 它的甜不辣 我跟你講用料超實在 滿滿的天婦羅 而且咬勁很好 我覺得不錯 難怪那麼重 很重一碗 然後再來吃它的油豆腐 一樣我覺得它可以再煮久一點 我覺得因為中午可能太忙了 但這個豆腐是好的豆腐 因為我又吃到很濃郁的那個豆香味跑出來 最後這個蘿蔔 蘿蔔OK 好吃耶 我覺得這個很實在 因為我們去買的時候已經是那個中午12點 我們從早上9點半開始開拍 我們今天拍到中午12點 我才去買它的這個甜不辣 所以我認為是因為人潮太多的關心 避開那個尖峰期 我相信這一碗會非常非常的好吃 而且重點是它非常的實在 你們一定要去吃吃看 那它的醬不會太甜 我很怕那個甜不辣的醬很甜 那今天呢 我們去吃了這個東門市場 就像我開頭講的東門市場呢 我在這邊住這麼久 我從來沒有進去過東門市場 我覺得非常的難得 我就在家門口市場都沒有進去過 那我今天去的感想非常的棒 大家有機會來台北玩 或者甚至是台北人 拜託挑一個假日 或是平常的時間呢 去逛一下東門市場 尤其是最近這個時候呢 東門市場的人都很少 那幾攤吃的人都很少 我超推米粉湯跟它的黑白切 另外呢豆花也很好吃 還有那個生牛肉湯真是棒的不得了 而且那牛肉燙完之後 鮮嫩可口 然後一碗呢 才從150到180 那價格也算蠻實在的 還有肉羹 不要忘記 這肉羹呢粉薄到不行 肉的紋理都看得到 咬起來滿口那種肉羹香 推薦大家來台北 記得去東門市場玩一下 花一個早上 東門市場呢 離永康街非常的近 走路大概只要5分鐘 就可以到永康街 所以可以安排一整天的行程 又去永康街 又來東門市場 早上東門市場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後呢 殺去永康街慢慢逛 慢慢吃 順便吃一碗 雪花那個芒果瓶很享受 好不好 感謝 我們今天呢 東門市場攻略 就到這邊 希望你喜歡 如果呢 你們有喜歡吃任何市場 你們想要嘗試任何市場的美食 請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者是你吃到任何市場 好吃的東西 請在下面留言給我 讓我去這個品嘗一下 然後幫我們做個紀錄片 我們就到這邊 拜拜 這邊可以按摩 再按摩 我說 遏